欢迎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 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欢迎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收看 大家好 我是董静桥 邀请各位在YouTube上帮我们按赞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对节目的议题有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参与互动 马上介绍这集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第二位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庄伯仲 大家好 还有退役入军少将栗正杰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欢迎三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讨论 那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 持续聚焦在俄乌战争 俄军现在使用了穿插战术 在乌克兰城市库皮杨斯克 与自身的领土匹德 罗巴 普洛夫卡之间 这个通道来了一个虎口拔牙的战术 来威胁乌军的核心利益 这让乌军可能会面临到被分割包围的局面 那双方在红军村也持续在进行攻防这个拉锯 那是不是先请立章军带我们从战术的角度来看 分析目前俄乌战场最新情势 我今天特别将我两年前研究的俄乌的战线 跟现在做一个比较 大家会发现这场战真的打到现在这个为止 让人家觉得不胜唏嘘 这个是2022年 我这边还特别注记我2022年的时候 在6月25号的时候 标示的双方的战线的位置 那时候大家注意到有一个地点 叫红利曼跟这个利沃夫 一九亩这个地方 那时候俄军已经攻下来了 那时候大概来讲都已经准备 向哈尔科夫来做晋级 但是这是2022年的时候 四个月的时间 这个俄军就打到这边 但是在2023年的时候 这个我们都知道 乌克兰在北约国家支持之下 然后发起了他们所谓的夏季攻势 那我特别要讲 这是夏季攻势 然后俄军来讲的话 其实他的战略上面作为 他比乌军要灵活得多 他主动退去 他就主动退回去 他不跟你决战 他就退回去 保存有生战力 那打到现在要干嘛呢 你看各位看一下 一九亩在这个地方 他整个退回来 整个退回来就是保存了他的战力 他没有在战场上消耗掉 很多的这种 那现在他又打回来了 所以这场战争来讲的话 其实对北约对乌克兰的帮助 游车战线的变化 我们看起来是很大 那现在来讲很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现在 我们如果说是 以这个补给线 先看双方的补给线来讲的话 现在俄罗斯来讲的话 俄军他在补给方面来讲 他取得一个有利的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克里米亚大桥 那个时候事实上 克里米亚大桥是 俄军的主要补给线 在那个时候克里米亚来讲的话 他是跟作战线几乎是平行的 很容易被切断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 这个乌军来讲 利用各型的导弹 或者是轰炸机 要摧毁克里米亚大桥 但是现在目前 依现在战况来讲的话 他打到这个位置 大概可以确保他 克里米亚大桥 也就是说 他的补给线 可以保持他补给线的安全 这是就补给线来讲的话 我认为俄军在这方面 已经可以确保他 他后勤补给的畅通 第二个我们来看 现在兵力的战线的位置 我们看到 大概战线位置形成 从这边沃尔昌斯克 大概俄军也已经打下来了 然后刚刚我们讲的 这个库皮杨斯克 跟彼得巴罗普洛夫卡 是在这个地方 是在这个 这叫做他们的北顿内刺客河 他在这个地方已经夺取了 而且建立了桥头堡 关键是他建立了桥头堡 他就可以渡河攻击 但我们台湾来讲 在地图上面你看看不大 事实上这条河在乌克兰这边来讲的话 对军事上 如果说你没有建立桥头堡 你是很难渡河攻击的 那后面那条比较大的河 就是聂伯河 那紧接下来我们看到 这个敦内刺客他也打下来了 后续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转到这边来看的话 他准备向聂伯城发起攻势 也就是说我们很明显地看出来 大概俄军的这个兵力的位置 战线的位置 形成一个口袋形的包围位置 但现在来讲的话 如果说是他继续攻击来讲的话 就很明显 我认为俄军来讲 会夺取聂伯河之后 继续往北攻 然后这个别尔戈罗德往下 这边攻击 这是战略方向来讲 看得出来 这个乌军 他的回旋空间越来越少 那在战术层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对乌军来讲 更陷于不利 因为如果说是他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他夺取了桥头堡之后 他如果突川的话 采取战术上面 他采取一种突川战术来讲的话 对这个乌克兰的部队来讲的话 他会被分割为南北两段 对兵力转用来讲的话 北不能支援南 南不能支援北 那尤其是对兵力来讲的话 现在更糟糕的一点 就是他雪上加霜 是在库斯克尔那边 他将他精锐的47旅这几个部队 这已经都已经连续将近9个月的战斗 都没有换下来了 而且现在被困在这个库斯克尔那边 没办法抽掉兵力过来 所以在兵力运用上面来讲 我觉得乌克兰的部队 现在在战场上面 他很难很充裕的运用兵力 那作战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讲主动权 如果主动在我来讲的话 我要指东打东 指西打西 那被动的话 就是人家往哪边攻 你必须要应付他往哪边守 现在很明显的 如果说从这个双方来讲 现在战略的位置 以战术相关的动作来看的话 很明显 俄军在这方面 掌握了完全的主动权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在空U方面来讲 我们这时候没看到乌克兰 虽然支援 北约支援他几架F-16战役 可是我们从最近的报道 没有看到在制空权方面 他能够夺取的回来 所以就战场的主动优势也不在他 这个制空权的优势也不在乌克兰 所以很明显的 我们认为现在 如果说是就这个 纯粹就军事角度 我个人的评断来讲的话 乌军来讲 现在是战况是极为不利的一个状况 尤其是所以天后来讲 又马上面临了冬天 那这段时间在俄乌战场上 刚好是所谓的翻疆期 也就是双方大型的装甲部队来讲 暂时是动不了 所以我们看到战线 这时候有点迟钝下来 可是你要知道 等到冬天这个大地结冰之后 这时候又是机甲部队 可以动作的时候 到那时候我相信说是明年一月份 那不管美国总统旋律怎么样 可能一月份 今年的冬天 可能乌克兰会很难过着去 那一月份来讲 如果说是过了翻疆期 那大地又结冰 适合大军钢铁洪流部队运动来讲的话 对乌克兰我觉得是 状况来讲是非常的不利的 好我们谢谢将军全面的分析 都知道旷日持久的战争 离不开两样东西 就是武器跟人力 那乌克兰缺南丁的窘境 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俄罗斯也缺吗 现在南韩的情报机构就指出 大概有3000名的北韩士兵 正在俄罗斯受训 他们极有可能被派去 乌克兰的前线去打仗 那南韩总统尹熙悦说 北韩派士兵帮助俄罗斯 打乌克兰的行为 他们不会坐视不管 但是以南韩的立场 他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杨老师你怎么看 近期这个关系紧张的朝鲜半岛 那南北韩对于俄乌战争的动作 还有根据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中国有没有可能也被卷入到战端 带来更大的地缘政治风险 那是因为今年的6月19号 俄罗斯的普丁隔了24年再一次的访问平朗 然后呢就和北韩签署了 就是朝俄的共同合作战略伙伴关系 那这里面是有一个条文 当一方受到攻击侵略时 另外一国呢应与协助 那这个我们把它解读就叫做朝俄同盟 但这种同盟大家要理解 这是一种叫做防御性的同盟 而且它还不是一个军事条约 它跟美日安保跟美韩军事同盟是不一样 所以它比较是一种共同声明 不过当然这个完全取决于 就是这个决策者他的思维 他如果觉得可行的话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共同声明就够了 现在看起来北韩要来协助俄罗斯 那个时候六月份通过的这个时候 我们大家在想东北亚会不会变得紧张的 俄罗斯会来帮助北韩 然后北韩会不会去挑衅日本韩国 结果北韩是有 可是呢不是俄罗斯来帮助 其实俄罗斯已经帮助北韩在 就是弹道飞弹的这个技术层面 过去几年是增加很多 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北韩在弹药上 跟军需用品上 其实已经提供给俄罗斯 在俄乌战场上很多的协助 现在呢就是北韩的士兵要参战了吗 两种说法 我看了CNN的说法 它是依据乌克兰的情报单位说的 它说已经有三千名在俄罗斯的西部 西部哪里不知道 另外呢也有一些在远东地区的五个军营在受训 韩国的国家情报局呢就说 其实大概有三千名正在受训 另外可能在年底以前呢 会有一万名的北韩士兵呢 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可能 在俄罗斯西部呢 大概已经有北韩的士兵 不过大家了解 我们刚刚提到 它是防御型的这种军事同盟 所以它不会进入到乌克兰境内 你进入到乌克兰境内 就是攻击型 这种攻击型其实在一次大战之前的时候存在 那个时候奥匈帝国跟德意志帝国就是攻击型 而且它还是秘密外交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原来两国签了一个军事同盟 当一国开始对外用兵 另外一国必须要在一个月之内完成动员参战 所以呢 而一次大战结束之后就把这种 攻击性军事同盟给废掉 同时呢 废除掉秘密外交 所以所有的条约都要到国际联盟或联合国里面去登记 所以我个人觉得北韩的士兵 他最多是会在俄罗斯西部 俄罗斯境内进行所谓的住房 或者是防御补给的这些任务 那会不会最多可能会参与到库斯克的这个里面去 不过库斯克的兵力不只要一万二了 你虽然全部上场的话 他也不足以收复现在在库斯克的这个乌克兰所占领的 因为乌克兰的人数现在大概还是维持到两三万人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可能会把这个北韩参战的这个事情 目前是闹得很大 因为它过去没有发生过 可是呢 你看 如果说我们依据所谓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中国会不会可能卷入战争 这个第一点 那个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1961年切到现在 其实根本没有真正的实施过 中朝 这个中国跟北韩之间根本没有任何有军事上的这种合作 或者是演习 这个像是同盟国一般的这种演习 那因此呢 而且一度曾经还说这个条约还是不存在 那两年前的中国大陆说 当了还在 当了还在 所以我们媒体在吵说可能会因此简陆 我觉得反而应该是不会 几率不大 反而中国大陆会对于北韩的这个态度保留 因为到目前为止它没有任何的评论 它目前还是说希望俄乌战争的形势能够有政治的处理 然后呢维持各方的稳定 了解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 回归到一个现实面的问题 那就是打仗要粮草 那士兵也要吃饭吗 乌克兰这边马上严寒的冬季正在来临了 那总统泽文斯基就指出呢 恶无双方现在必须要达成一个 先不互相攻击对方重要的民间能源 还有粮食基础设施的协议 以确保能撑过这个冬天 泽文斯基前一段时间去很多地方 都受他的胜利计划 看起来既没有拿到北约的邀请函 也没有说服西方松绑长城武器的使用限制 那现在也只能回来接受现实 想办法先撑过这个冬天再说 钟老师您这边的看法 这个胜利计划是要用做的 不是用写的 也不是用嘴巴讲的 那事实上我们中华民国 当年也有国光计划 在1960年代打算反攻大陆 那按照这个计划呢 是动员20个师 登陆西南沿海的浙江 还有福建省 然后期望在西南边境的太平孤军 可以侧应 还有各地的游击队会迎接王师 纷纷响应 可是呢 虽然还有30个步兵野战师 做了后备部队 但是这个计划也不过 这个纸上残兵 最后还是残怀一线 速逐高阁 同样道理 这个胜利计划呢 外界的舆论 综合科我去舆论来看 多半是给予一个标签 就是说半夜吹口哨壮胆 就是一个人半夜在暗路上走 越走越心慌 就吹口哨壮胆 怎么说呢 我们从两个面向来看 先不讲实际交单方面 光从民调来看 根据基辅国际社会研究所 在今年7月公布的民调 这有55%的民众 乌克兰民众 支持抗战到底 死磕到底 那32%的民众 认为可以透过某种程度的领土各样 来换取跟俄罗斯和平 那账面数字来看是55对32 多数人主张死磕道理 但是不要忘了 刚开战的时候 主张死磕道理有9成 从9成变成55 可是主张割让领土 原本只有开战的时候 只有10% 现在变成32%了 所以给国际社会感觉就是说 一般乌克兰人民是厌战的 而且对于胜利感到绝望 而且不想再当炮灰了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厌战想法 特别是在交战地区 主张各样领土来换取和平的比率更高 另外从征兵来看 乌克兰征兵的年龄原本是27岁 现在已经下降了25岁 而且还有2万个逃兵 尽管乌克兰政府给予大赦条款 如果你回来报到 就寄往不救 那实际上这2万是有点低估 因为很多单位遇到逃兵也没有报上 怕引来上面来追查麻烦 事实上寄出大事的条款之后 也不看到有人回来 那为什么要绕跑呢 主要是对于胜利感到绝望 不想添下去当炮灰 那再来最新的状况是 连罪犯还有双重国籍者 也拉来正兵了 那甚至有的部队呢 基层军人年龄超50岁 当然乌克兰官方解释就是说 让这些有经验老到的这个人力来 参与战争是有帮助 不过可以想见 这个连罪犯都征兆来了 那双重国籍者呢 如果你无法证明 你长期居住在外国 一律征兵 过去是只要双重国籍就一律征兵 连美国大使馆都提醒公民 如果双重国籍的话 小心不要去乌克兰 反而会惹麻烦 最后呢这两天有个事件很搞笑 就是说在乌克兰当地 有个热门的爱国乐团在办演唱会 结果不少年轻人被正兵官 大概当场哪个正早 抓去当兵 导致于这个演唱会 后续好几场的大量被退票 那也就是说乌克兰的正兵官呢 大量到俱乐部 还有运动场所 还有这个电影院去抓兵了 为什么 连公司事业还会被抓兵的 缺成这样子 对缺成这样子 就是检察总长 因为有91位乌克兰检察官 有60位持有残障证明 因为检察官也想逃兵 91位里面竟然有60位持有残障证明 检察总长为此事 在前天请辞下台 所以从总总长来看 尽管这间司机 有一个看起来非常庞大 这个非常精忍的 这个胜利计划 事实上从总面前来看 对象其实不利 所以说国际舆议给他的评价是 半夜吹口哨 壮胆而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